在家庭中走出来的女星典范,经历无数风雨与坎坷,最终成为现今娱乐圈实力派当红花旦之一。 作为一线花旦女明星,也因路上自然少不了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而丽颖需要承担的责任也日益加重。 尽管如此,她始终用一步步倾注自己心血的实力作品来打脸那些黑粉女嘴嘴的攻击者。 小编最喜欢的就是新环珠格格丽颖饰演的琴儿,前一阵子赵丽颖生日在微博上发了一条生日感言, 但没想到赵丽颖这个不经意的幸福感言轻松突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超过一个亿的转发量。 你没看错就是一个亿,下面就是赵丽颖当时的微博,转发量果真是超过了一个亿。 除了赵丽颖之外,之前发生过类似突破纪录的明星就是陆寒了, 当时陆寒还获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证书,不知道赵丽颖的这个纪录会不会得到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证书呢? 近日可爱的盈宝发了一条微博动态,微博称明蓝正见照, 要知道作为天命三年的她是很少发动态的,此时网友就调侃了,多发点动态,救救水生火热的贾奶量吧, 因为贾奶量最近由于李小璐的事件经常上热搜,大家都希望赵丽颖以后多发点。 赵丽颖如今成为一线女星,很多人也都知道她是跑龙套熬出来的, 没有任何背景的小女孩,然而走到今天,必然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痛苦。 这个小丫头硬是凭借自己不服输的尽头啊,最终通过一部又一部热播电视剧坐为了当红一线小花的位置。 赵丽颖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不是一科班出现的